Hello 大家好 沙姐 昨天出席了義工動員大會 昨晚出席了 我發覺有些恐怖 為何說恐怖呢 就不是會議恐怖 當然啦 沙姐不習慣那些 我都不習慣 所以我也尷尬 因為沙姐比較不喜歡人多 但是既然答應了做義工 都要出席了 但是我覺得恐怖 就是那個 立法會候選人就這樣說 因為我們 這一區 其實就是應該這樣的 在我們普通市民 就應該是有20席 就是區議會20席 就是說由我們 選二十個人入立法會 就是一般聲斗市民 雖然有九十席 有四十席 不關我們事 接著就有些是工人組別 其實真的我們可以 落手落腳選 我們只有一票 就是選二十席 而這二十席 就是分為十個區域 十個區域 就每一個區域兩票 即兩個人入 每一個區域就兩個人入 那我們就 一票了 變相有機會 如果有三個人 兩個普通人 一個黃人 有機會黃人入 因為三分之二 那 好了 為什麼我說恐怖呢 然後 回來的數字 那個立法會候選人 就說 其實 一個就是民建聯 一個就是工聯會 另外一個就是黃人 其實 根據的統計 黃人那個 是會有三成選票的 即是 咦 全部出來的 他可以拿到三成的選票 然後我計算一下 哇 三成那麼多 因為你要知道 即是說 你有三成選票 即是有七成在外面 如果平分的話 真的分得平的話 小花和民建聯這個 就每人只有三成半 那才可以 即是 要分得好均勻 才可以出線 即是 還要是我們全部 即是總動員 即是說 其實 是只有那個 5%的走盞位 但是 是不是這麼誇誇 然後我計算一下 這條數 又可能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這個村 我們贏了 但是我們對面那條村 連一個私人屋苑那裡 是輸了的 那你再看看 在區議會裡面 我們那些黃議員 佔了多少呢 佔了接近九成 即是說 其實是真的差不多 有三成票 因為都是平時這樣 五五開 或者四五開 那只是他們 技術性更加好 本身他們都是多人一些 所以其實是 沒有辦法的事 即是說 除非那些黃人支持者 他不出來選 或者當中有遊離票 轉了態 這樣就會好 但是你要這樣想 如果是三成 有十個percent 是遊離票的 即是有一成是遊離票的 其實他們兩個 正常人 都分不了很多 更何況 會不會有機會集中在一個呢 即是可能有一個 拿了四成幾票 如果黃人口拿了兩成幾票 那另外一個正常人 是不是真的拿了兩成 或者三成票 因為不會一百個percent的人出來選 更何況 我們正常人 有些可能在大陸上 還沒錄下來 所以我覺得 真是險峻的 而很多機會 可能你會發覺 很多區 會有機會 一個黃 一個正常人 進去 這個機會是大的 但是如果正如我這樣說 大家是不是真的可以平均分票呢 很難 因為你怎樣配票呢 就算你真的可以配 但是別人是三成 你怎樣配到三成五和三成五呢 很難配到 這個技術性是極高 所以變相 大家真的努力出來投票 我都覺得是沒辦法搞的了 唯有自我安慰的就是 都是佔二十席 即是九十席 佔二十席 給少少他們 唯有是這樣 就是自我安慰這樣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薩姐說恐怖呢 就是原來 原來 其實 未必是工聯會 未必是民建聯這個狀況 我覺得工聯會 其他都會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 原來現在 社區 還在營運著的 那些 叫做什麼 社區主任 因為很多時候 她是前議員 之前她是前議員 後來選不到 連任不到 好像是對面區那個 連任不到 就會留在這個區域服務 但是原來我們這個叫做新界西 叫西南 正式來說就是新界西南 這邊 所有這些民建聯的插旗的office 都是under同一個立法會議員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他那些前區議員 是選不到的 所以變相 是所有這一區 即葵中區 清衣 全灣這三區的office 基本上都是under 同一個立法會議員的名字 即是她是辦事處 大家知道立法會議員 有津貼的 可以開辦事處 她就用這些 來開這些辦事處 其他那些叫做 社區主任 很多時候都是義工 我對面那條村那個 就是義工 來的 就是做這件事 那你想一下 如果她選不到的話 那她這些服務街坊 這些社區服務的辦事處 就會全部接下去了 那就是說 這三個地方 就真的沒有民建聯的社區服務 變相我們這裏還好一點 我這裏還好一點 因為我的區 就是我們前議員 選得回的 民建聯 變成有機會 我現在樓下那個 是社區服務處 就是under那個 立法局議員 如果我下面那個 就一定接的 對面村那個 都會接的 這些服務性的 全部會接的 那就是說 對面村 就沒有人服事 要不然她就下來 找我們這邊的議員做事 所以我們還好一點 因為我們這條村的議員 是選到的 如果可能隔離幾條村的 大家知道 有很多黃議員已經走了 包括對面那個 就已經走了 如果選不到 他們本身的黃議員 又走了 那那些居民 哪個服務呢 我下面那個區議員 只是服侍我們這條村的 當然 對面村的人過來 都會幫忙的 但是她的辦公室很小 是不是做到 只有兩個人 是不是做到這麼多 所以我聽到都說 好恐怖 然後 大家是沒有意識的 大家是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但其實這條數是對的 因為有九成區議員都是黃人 那如果你繼續發現 你依然有人有個辦事處在 那些政黨依然有個辦事處在 服務你的 所以她不是議員 那這些就是立法會議員那邊給錢的 正如我知道 池雲山黃大仙那邊 全部都是黃色議員來的 但是 所以 你們很不喜歡的 李麥庭 在那裡是有辦事處 是有人會服務大家的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狀況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投哪一個政黨 但是我就是要求大家 投正常人 出來投票 大家也鼓勵 身邊的正常人出來投票 其實你無論是投哪一個正常人 都可能會有一個被淘汰 很難預計的 那大家就隨著自己的心意 去投哪一個正常人 大家自己喜歡的 OK 那麼 12月19日我就要做義工的 那麼 我都會早上跟大家 聊兩句 或者到時 因為我是晚上那段時間 因為我們這區老人家多 所以那些老人家早睡 所以可能我就 比較會是晚上吃完飯後那段時間 才需要出動 那麼希望大家 那天 最好盡早一點點投票 那麼今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